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壓布角的單元 那這一次這一回合的示範呢 會以R就是我們的按針縫壓布角 按針縫壓布角這一個壓布角來做示範 那這個壓布角R 按針縫壓布角 基本上呢 大部分都是用在我們在製作 車縫褲管的時候所使用的 那等一下會用部分縫的方式 來教大家R按針縫壓布角的操作示範 還有一些可能在製作上的一些重要的事項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教各位如何使用R按針縫壓布角 接下來我們在操作R按針縫壓布角的時候 先呢我們在車縫我們的 按針縫的這個花樣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選擇按針縫花樣 那花樣因為每一台機型的選擇的數字不太一樣 那以這一台FS60S來做示範的話 它的花樣是09或者是10 所以我們先在這邊先把我們09的花樣先選出來 這個是09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R 就是告訴你你的壓布角要換上R按針縫壓布角 這個是它的基本設定 如果今天你的布料是屬於有彈性有針織的 我們就把它設定在10一樣也是R 10的花樣一樣是按針縫 只是它比較適用於有彈性針織的布料上面 那我們今天所示範的布料呢是一般的棉布 所以我們選擇09就可以了 09一樣按針縫的花樣就可以了 那現在老師先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車縫出來的花樣它的走向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開始車縫一段 各位可以看到畫面上 它的針位會因為它的花樣的走向是左右跳 左邊的部分它會先車縫直線一小段 然後再往左邊勾一針回來 它的車縫的走向會是這樣子 直線一小段然後再往左邊再勾一段 那這邊先給各位看一下車縫出來的樣子 那這個你要起針的時候跟我們做 車部邊壓部角居的時候一樣要往後帶 不是往前拉 往後帶 然後再切掉 因為它中間有一個檔片 比較不適合往前拉 那各位可以看到 車出來的花樣走向就是這樣 剛剛老師說明的部分就是 它會有幾針是直線的 然後再往右勾一針 各位要記住它是直線然後再往右勾 所以這個部分會依各位在車縫的時候去調整它的針直的長度 跟浮寬的寬度 這個是它標準的設定 如果我今天我的直線的間距寬度 我要讓它拉長的時候 我就要把我的針距調大一點 譬如我現在這邊調一個3.0 我車子各位看一下 兩邊的變化有什麼變價 各位可以看到畫面 這是第一次車縫原設定 這是我把它的針距調到3.0的時候 它是不是拉長了 拉長中間的間距 所以這個間距的部分可以依各位的車縫的當時需求來做調整 那當然除了長度以外 這個寬度也是可以調整 那我再做一個是把我們的寬度設寬一點 好我這邊把它設定到3 調多一點讓各位看一下它的變化 三個車縫出來的變化 好那這個是最後一次車縫的 一樣這個的針距是3 寬度也是3 所以它的針距 增值的針距跟浮寬 它都是可以依個人的需求去做調整 那各位知道這樣的原理之後 我們再來做正式的技巧的一個說明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做這個 接下來這個畫面老師用部分縫來做說明 如果你今天製作的陽彩或是其他的作品 是屬於比較高級的一個款式的話 我們不想要下擺的地方是一個直線的壓線的感覺 你就可以使用暗針縫 譬如說西裝褲的褲管 或是比較高級的女性的像裙子的下擺 其實你都可以做這樣子的模式 那其實比較常會運用在 譬如說冬天布料比較厚的毛料等等 要做出它的高級質感的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我們就會使用暗針縫壓布夾 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示範 如果這個是我們的褲管或是裙擺 其實都沒有關係 翻過來背面它就會長這樣 這是我們的下擺的縫分的寬度 那一般像這樣的寬度都會設定在 三公分左右 大概2.5或3.5其實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先把這個下擺先折燙好 然後壓布角換好 我們就要來把我們剛剛的 暗針縫壓布角的這個畫樣 然後實際上車縫給各位看 那如果你車縫的是一個桶狀的部分 你可以先把我們的零件盒拆掉 那你就可以用橋壁的功能來車縫 是會比較好製作的 那在這邊我們如果在製作暗針縫的時候 我們的下擺的折法是有一個技巧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是要把縫分 用這個來說明好了 縫分往後折 這邊的寬度是1公分 所以老師從前面開始說好了 所以如果這個是我們的下擺已經折燙好之後 我們再把我們的縫分再往後推出來 這邊的寬度是1公分 那你可以先用珠針先把它做固定 那大約目測是1公分的一個寬度 這邊是不建議各位去燙 因為會有一個燙痕在 所以這邊我會建議各位用珠針 那珠針的部分請各位就是選用 在縫焰機可以車縫過去的這種極細的珠針會比較好 所以你先把你的下擺的部分 褲管的部分先把它折成整圈折好 然後用珠針筆好這樣子一個銅裝 接下來把我們的褲管套進去橋壁之後 我們這邊壓鋪腳是不是有個擋片 把我們的擋片靠在我們這邊 折橫的這一條線上面靠過來 那我現在所使用的設定是它的原設定 也就是它的針距是2.0 寬度是0 那剛剛有說明這個針距的長度跟寬度 各位都可以自行再去做調整 那這邊有一個重要的一個說明 就是你在車縫的時候 你選擇的線很重要 請你們選擇的線的顏色 要跟你原本布料的顏色要很接近 這樣你在翻回正面的時候 這個的線的出線的這個部分才不會太明顯 所以你的線要選擇跟你的布料的顏色要相近 這個是一個重點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車縫 那我這邊先車慢慢的給各位看 好 那剛剛有說明它的走向就是先直線 再來是橫的一針 那橫的這一針呢 基本上我們會把它設定在 它勾過來的這一針 這一針不要勾太多 勾太多 它出現的這個橫的點點 它就會越長 那基本上我們勾出來在表面呈現 大概是只有0.1到0.2的這個寬度 會最佳 所以如果你車出來 這個橫的點點太多了變線的話 那就是表示你這個橫的設定 浮寬的部分設定太多 就要再做調整 好 那我們先用原設定 車給各位看 好 先直線 然後再橫的一針 那基本上橫的一針 車縫過來大概在0.2的位置 如果太多我們就再設定 好 那我先車一段給各位看 我先車這樣一小段給各位看 我先車這樣一小段給各位看 我們來看正面 好 先拉出來 這是我們剛剛車縫的 這是我們剛剛車縫出來的直線跟橫線 好 都有勾到嘛 如果沒有勾到表示你跨過來 或是你擋片沒有對好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針距太密了 我可能要長一點 你就可以改我剛剛說你的針距的地方 好 那我翻回來正面給各位看 正面就會像這樣子一點一點一點 其實這樣都算正常的 好 那只是針距的部分就是 依個人的需求去做調整 那這邊我都會建議各位 基本上可以挑到3.0左右的一個針距 好 那浮寬的部分 寬度的部分就是看個人 當下車縫的需求再去做設定 好 那就是這個就是車縫完一圈的效果 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如果你今天你的線要改用透明線也是可以的 那車縫完就是表面會是這樣 那裡面的部分呢 好 翻回來給各位看 裡面就會是這樣 好 所以如果你學會按針縫 你之後你就可以自己改褲子的一個長短 是很實用的 好 那這就是我們按針縫壓布角的一個操作說明 來吧 好 感谢观看